新北市昨天新增7例本土個案 6例是居家隔離應轉陽 只有一例新增確診 感染源還要釐清 台北市則是新增5例 其中4例跟士林長照機構群聚案有關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首度松口 考慮放寬餐廳內用 最快下週二開放 疫情趨緩 二十九號臺北市新增5例本土個案 是否證實都不是不明感染源 除了一例HIV案例外 其他四例是士林長照機構群聚感染案 機構內確診的六人中 有五人已經打過疫苗 症狀不嚴重 只要北市每日確診人數低於十例 不明感染源少於兩例 台北市延泥開放餐廳內用 單一隔間室內五十人 室外一百人為上限 如果人數超過 要在三天前向衛生局報備 用餐以個人餐為主 如果顧客或員工確診必須停業三天 恢復營業後 也要再暫停內用十一天 預計最快下週二開放 新本市二十九號新增七例本土個案 六例居家隔離 應轉陽 只有一例是新增確診 這位住在板橋的確診者 曾經到過臺北市的旅館 感染源 還有待釐清 至於針對三重聯誼傳出未預約 就能施打疫苗 副市長劉荷然 澄清 二十八號三重聯誼 施打對象都是五十歲以上 符合中央規範 施打時都有過健保卡 除了網路預約外 還有部分民眾是靠林理長協助 當場造冊施打 這批施打者就是可以施打的人 只是他不會應用相關的系統 他的疫苗的配送量本來就涵蓋在裡面 那如果是診所 醫療院所這樣的情況 我們會瞭解過後是情節輕重 最重我們會取消他的施打資格 之前為長者接種第一劑疫苗時 採取網路跟林理長造冊雙軌並進 第二劑是否延續第一劑模式 劉荷然呼籲中央資訊要明確 如何銜接也要說清楚 也強調新北絕對堅守三原則 絕不施打不符合規定的對象 施打續過健保卡 施打程序要完備 記者林信張子佳 台北新北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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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